欢迎来到南洋创布韩国 我是南洋创布高级专题作者 志宏 Jeremy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就是 人口老化跟这个通货膨胀下的退休规划 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家都在喊 哇 钱不过用啊 那个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起价 另一方面呢 这个马来西亚统计局 最近公布了一个人口谷查调查报告又显示 我们人口老化而且是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国人会不会以后退休更加钱不够用呢 或者是说孩子要养老的压力更大呢 我们今天有进行来马来西亚财务规划理事会 呃 理事啊 中文理事这个Lato 林俊喜 说是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 理财达人 来分享一下Lato 第一个问题就是Lato 啊 大马统计局这个刚才有提到这个人口谷查报告 我们平均的家庭成员人数会从2000年的4.6人 啊 在2010年啊 就是大概十年前 十多年前 下跌到4.1 啊 4.2人啊 那么在在刚刚的2020年 就是两年大概两年前 又进一步加跌到3.8人啊 啊这个意味着啊 这个家庭平均生育率呢 呢 是从20年前的2.6人 降到2020年的2.2 还有2020年的1.8人 越来越少了 就是人口 老子化 少孩子 然后人口又老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绿书规划会产生 也会影响 OK 谢谢Jeremy 我觉得啊 因为时代的进步 国家社会越来越发达 啊 从以前的那个养额环老 好像我的年纪 我就有9个兄弟姐妹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自己只有3个小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可能他们的孩子的数目 可能会越来越少 那么的确 这样的社会的架构的改变 有影响到我们 年老的退休生活的状态 打一个比喻 以我的家庭来做一个比喻 9个兄弟姐妹 父母亲退休 假设一个兄弟姐妹 每个人一个月 只是给一个100块的家庭的单粮会 我的母亲就有900块 在家乡900块 还够她用 这是第一个关键 那么如果说今天 我们是属于小家庭的 那么我只有一个孩子 或者是两个孩子 一个孩子一个女儿 所以有些时候 家里的担当照顾老人家 都是儿子的责任 因为我本身也是初分 就当我退休的时候 只有儿子才刚刚二十多岁 所以她做工薪水不是很高 叫她一个月拿1000块薪水给我的话 可能是要她的命 可能是要她的命 就是一个精神压力 那么对于 对大家庭来讲 每个人一个月只给100块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轻重的事件 所以在这个当养费这一方面呢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于现在年轻人少子化的家庭现象 对她是一个无心的压力 那么如果说她的另外一半 又是家里的掌扇民族 为一个女孩子罢了 这样她压力就更加大了 那顺便也要帮忙 照顾她的业父业母他们那一边 所以这个第一个状况 然后第二个状况我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以我自己本身的例子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 当我的父母亲年老退休在家乡的时候呢 我们九个兄弟姐妹都可以轮流 都可以轮流每个礼拜呢 带我们的小孩子回去跟他们记一记 这家里都是无时无刻都是非常热闹 我们对于回家乡把工作放下来的那种责任 也没有那么大 那今天如果说是家里只有一两个小孩子的话 那么小孩子为了要照顾家里的经济费用 也要照顾自己的理财的一些目标 他可能很多时间需要去外面打工等等 就换句话说 到头来呢 家里呢变成是孤独老人的机会比较多 就如果说你讲社会的架构的改变 人口越来越少 对于退休人士的生活状态呢 有没有具体影响 我觉得是很肯定的 是很肯定的 这个是如果说我们不要讲钱财那一方面 我们如果说是讲 如果说我的心态是希望我孩子是照顾我的话呢 那么对双方面都有某一个程度的压力 我们花了有一句话说养儿烦恼 这个是之前那个年代的人讲 现在好像十多年前开始变成养儿很烦恼啊 养儿烦恼 换个角度来看 孩子比较少 对国人的退休规划反而是好事 为什么这样子讲 就是说 孩子比较少 你在养他们 教育他们 培养他们 这个过程中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少 反而会有更多钱留给自己 拿到这一点点讲看 从逻辑的角度来讲 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积极的 换句话说孩子比较少 那么应该花在他们身上钱也比较少 就间接的 如果说我个人的收入能力有提升的话 我应该有多余的退休金 来让我自己过得比较舒适跟有品质的生活 尤其像我本身这种属于中年年级的 我们从出来社会开始工作 也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已经没有一种想法说 养儿子养女儿以后要来还养我们 那么的确真的是情形是不一样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以前我赚的只有那么多 我有十个孩子 那么争多助少 争多助少 那么人孩子就天生天养 有多少就给多少 过后很多时候靠我们孩子本身 不过今天呢 是因为我们的子女可能不多 那么双薪家庭收入比较多 可能他们的家族观又不一样 像中国这种大国 你看他们家庭人口的控制 之前只是家庭只有一位或者是两位 那么收入又增加 所以父母亲都是有一种心态 就是说以前我没有的 我希望呢我这一代呢 我也不愿我的孩子后悔 他们希望在孩子给他们最好的 给他们做最好 穿最好 用最好 或者是上学 老师全部都要最好的 就间接的 虽然说我有多余的钱 不过我多余的钱 也是投资在我孩子的身上 那么到最后呢 如果说我自己没有为我自己的退休做准备的话呢 到最后面对的问题还是一样 换句话说 不管是有多孩子在家里 或者是少孩子在家里呢 退休金的准备呢 应该是父母亲自己的责任 我们自己去把他调好他 自己去把他去处理好 都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全世界 不只是马来西亚 全世界都面临这个很高的痛苦 跟大家的生活要因为越来越大 那么这对国人的生活 费修规划又有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呢 前几年 前几年经济不好 那么各大国的中央银行都在印钞票 尽量的把更多的流动资金 来刺激整个金融的市场 或者是我们整个经济 那么我们也懂 OK 他们不可以永远一直在印钞票 我们的这个COVID-19 还是说 unemployment rate提升 或者是因为 所以现在市场虽然开放了 不光那个生产线 还是没有那么损 因为logistic 那个运输的问题 所以间接着很多原产品的原本的价格提升 那么最后呢 它的end result 都会架在我们消费者的身上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通过膨胀肯定是我们不能够避免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谈到退学的话呢 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呢 就是给我们只会存钱 不过我们过后呢 我们不可以不算到头目膨胀的这个重要性帐 那边 20年前假设你手上有100块的现金 你进去我们附近的那个supermarket 你用一辆trolley呢 你推出来这辆trolley的那个东西是满满的 那么10年前呢 假设你身上也是只有马币100块钱 你进去你的同样一间supermarket 不过你这一轮你不需要用trolley 你只是拿一个hand carry的basket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假设你有100块钱 你进去同样一间的那个supermarket的话 现在你连手提的那个basket都不凶提了 你用手拿它给你一包面包 几个菜都是睡饱100块 所以这个是钱贬值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呢 不管在以前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将来 当我讲到退休规划 那个过程都是大同小一 就是努力做工存钱退休 只是今天的大环境除了通货膨胀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我们的退休生活 其中一个呢就是现在人比较注重健康 医疗的发达 我们的平均寿命呢也比较长 就当以前我们做退休规划的话呢 假设我55岁退休 我可能只是稍微plan到说 我可以长寿到70或是75岁 那么我觉得现在假设我们做退休规划的话呢 我们的法内线 planning 我们退休金的规划 最少也要plan到说 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90岁 你看我们的前首相都马来帝96岁 96岁还是国会议员的你看 在马来西西啊现在平均男孩子的寿命呢 是72岁 72岁 女孩子呢大概是76岁 当我们谈到退休金的规划 第一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准备 当我们退休的时候 那个退休金应该可以让我们 维持最少25年 第二这个我们的退休的资金组合呢 应该可以提供联系不断的那个现金流 现金流可以让我们过着我们想要过的那个生活的品质 第三呢我们的退休的退休基金的那个投资组合 应该能够经过时间 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就是说它可以增值 它可以hitch inflation rate 当我们在准备投资的话呢 越早开始越好 那么不要把全部的鸡蛋都放在一个栏 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100法则 今天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可以活到100岁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只有40岁的话呢 100岁减掉40 我现在的税数呢 60就是balance就是60 换句话说我整个投资组合 大概有40%呢 我可以投资在比较高风险 不过它给我机会高回酬的那个组合 那今天假设我已经迈入60岁了 那么我应该要把我 我限制到高风险的投资组合 跟它减低 减低大概到40 那么另外的60%呢 应该放在一些金融产品 可以给我保本 可以给我固定的现金流 那不管世界哪个国家在打仗 它也不会影响我的现金流的来源 所以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的 那么来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是how to beat the inflation 那么我们要这样做 那么我才能够比如说提高收入 还是设法获取更高的公司回酬 反正刚才大家都有提到投资了 那么how to beat the inflation 投资讲只要 那个inflation 如果说我们看官方的数字呢 在过去10多或者15年呢 我们以马来西亚做一个比喻 我们平均的这个inflation rate 是2-3% 不过看个人 每个人的生活的inflation rate不一样 每个个人的inflation不一样 如果说你本身是 就是注重是名牌吃要吃的好啊 全部都要exclusive啊 那么你的inflation rate肯定是比别人更加高 给我今天买一包小早包的咖啡粉 我泡咖啡就ok了 那个就是我的inflation rate 不过如果说你的inflation rate是 我每一天呢 一定要喝一杯人家泡给我的外国咖啡 那么一杯咖啡是10多块 那么肯定你的inflation rate就是不一样 首先当我们在做我们规范的时候呢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assuming你自己本身说 我退休的时候呢 我要过什么样的舒适的生活 你现在过的舒适生活是你满意的吗 还是你想要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你很满意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方式 我退休的那一天 我能够继续维持我现在什么方式 我应该是很开心 因为inflation的关系 所以最好当我们在拿捏 是要有多少钱来退休的话呢 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做参考的就是 我退休的时候呢 我能够延续不断拥有 我最后一份薪水的cheese 以便我能够继续维持我的退休 有素质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假设是到那时候 孩子教育解决的 我们的一些理财的负担 车期 物期都供完了 接下来是提早开始 提早开始 你越早开始的话呢 你又有更多时间 用复利率的方式呢 累积你的财富 那么我们要求的那个 资产的回酬呢 也不需要那么高 就肯定是做得到 如果说我没有提早 为我退休做准备 我40岁还是45岁 还是我现在50岁才做准备的话呢 第一 我的时间比较短 第二 我需要资金比较多 第三 我要要求的回酬也比较高 第四 我要呈现的风险也更高 第五 我要完成我的目标的机会 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想这边呢 跟大家借一个机会呢 就是说一个很简单 可以让大家参考的模式 过去二三十年 给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 就是六跟四条一的法则 六跟四条一的法则呢 是很适合 那些现在还在打工阶级 领薪水的这一群 在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个指标 才可以做一个参考 假设我一个月的薪水 是一万块 这样我应该是用60% 就是六千块 给到我日常的 基本的生活的开销 就是我的基本的生活 那么还有四条一 另外一个一呢 我就拿来存佛我的退休金 因为假设我有打工的话 我已经有23% 我的薪水呢 是拿来带在EPF 所以EPF有政府保证 保本 它可以稳稳呢 每年给我5到6% 已经是可以跑赢通货膨胀 不过还是不过高 因为我个人的通货膨胀 可能更加高 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医疗 医疗设备 我们的医药费呢 每年的通货膨胀 是in between 10 to 15% 是比我们普通的通盆 还更加高的 当我的工具金已经 帮助了23% 我的薪水 那么我自己再存多一个10% for我的退休金 等于我存了33% 33% of我的income for我的退休金 换句话说 我在我有收入的时候呢 我用1 third saving save for最少30年 30年后呢 这笔钱呢 将足够给支持我退休金的费用 那么另外一个10%呢 我们拿来做投资 做什么投资 不同不同的职场 不同的投资职场 是要不同的投资的数目 所以我可以10% 慢慢跟它累积起来 成为变成是一个 一个蛮大数目的 那个投机权 我可以当作投机权 来买另外一间物准做投资 或者是我可以买储蓄保险 或者是我可以买 投资在private retirement scheme 或者是我可以学习 投资一些股票 可以通过不同的理财的方式呢 有更多的退休金 另外一个10%呢 是我们投资什么 投资在education 教育 给我们自己的教育 给自己自我成长 增加我们的知识 增加我们的数字呢 成为公司更有价值的一个员工 或者是一个更有想法 更多知识的生意人等等 或者是投资在我们孩子的教育进行 另外的10%呢 就是不要亏待自己 善待自己 就是给自己的leisure OK Entertainment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简单的 六跟四条一的方式的话呢 按部就班 有足够的时间 每年能够累积 去compound我们的retern 我们退休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有一笔很大笔的钱 过我们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是退而不休嘛 经济独立 做我喜欢做的工作 做我还有额外的一些收入 那么讲到保险之外呢 除了个人的保障之外 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我家人 他们也不用因为有经济的烦恼而头痛 这是保险存在的价值 OK 不过买保险也是为我们自己本身 趁年轻的时候呢 为自己购买医药保险 因为生老病死 老来看医生 OK 把我们所赚的钱给回医院 为了让我们换回健康 这是跑步跳的 所以你除了是用自己的一些储备金 自己的一些imaging剂之外 imaging剂之外 如果说不够的话 你还有一个医药卡 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做准备的话呢 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压力 然后自己又做准备的话呢 我们是把风险 转移给保险公司 这几点呢 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去考量 如果说我们是针对这几点去做准备的话 肯定是没问题 最后孩子的教育基金 或者是我们的退休基金呢 是一个 英文叫做 serious money 迟早都要花的 最好是存在一个户口 可以看得到 不过拿不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 存到钱 如果做那笔钱 是要存来给退休的 不过我随时随地 要拿都可以拿的话 根据我的经验 或者是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我看到的经验呢 很多时候都不会成功的 尤其说在过去两年 因为整个Binami的关系之下 很多人去EBM拿出当的钱 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所以最好如果说你决定了 我这一笔钱是要拿来 为我的退休金做存款的话呢 最好呢 是log in 在一个有年限的 一个退休金的储系 或者是投资付口里面 我们来到今天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 少生育 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 跟风货衡荡的问题 还有哪些因素 会吞失掉 失掉你的育休金 那么该怎样做 才确保 肯定会有足够的钱 来安享晚年 我刚才有稍微上面 也就有谈到 就是当我们在做 我们退休规划的时候呢 永远不要Under Estimate 就是说 你不可能会活到那么长 你不小心会活到100岁 这些呢 这个是很难讲的事情的 所以做 planning 以前我们讲 planning for 退休 我们是 planning for 大概是15年 15年 因为是以前的平均寿命的关系 或现在当我们讲 planning for 退休的时候呢 我们是讲 planning for 最早25年 你是想讲 所以我 planning for 退休金是 planning for 15年 那才知道我可以活多35年了 那么我另外的20年怎么办 谁来养你 谁来养你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永远记住呢 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 未来的医药费会花多少钱 很肯定的 明天后天医药费肯定贵过今天医药费 那么第三呢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做工30年 30多年所存的退休金老本 也不要耳朵很轻的 听到一些人的一些讲法 那么那个贪子就跑出来了 我希望说我要把我的退休金赚了更多钱 就很多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例子呢 就是他们把他们的退休金呢 就这样子投资在一个高风险 而他们不熟悉的投资里面呢 一下子就垮掉又不见掉了 当你要回来社会再找工的话 已经找不到工了 为什么 第一 你已经不年轻了 你可能是60岁了 你可能是知识友了 你回去找回你以前的老板 还是你以前的公司 人家都会用种种理由不再请你了 为什么 因为请你对公司是一个负担 为什么 你分分钟呢 需要医药费 就是公司的additional费用 跟你买医疗保险也比人家贵 第三 你会以老卖老 给你的知识是以前你跟不到时代 你的efficiency level已经比较别 所以当我们决定退休的时候呢 就是理财退休的话呢 应该是开开心心 可以过晚年 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退休的时候也要知道 我们不可能每天就是说 在家里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生活的那个限制 因为毕竟少子发了 孩子只有一两个 那么他们又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又有自己的打拼的事业 很早时间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健康又很好 所以我们应该是趁这个时候呢 享受人生的一个最后的快乐阶段 而这些都需要钱 需要钱呢 跟几个老朋友啊 一起去哪里吃一餐好的啊 去玩手啊等等啊 不要亏待自己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需要注意的 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总之一切都是要趁早立话 一切就没问题 谢谢老头 我们欢迎老头改天再来分享 谢谢 谢谢你 你好 Jeremy